心血管疾病 那因为心血管疾病 一般就跟我们的纳盐的摄取过多 在2010年美国加州大学 他有发现说因为 美国人大概每年有230万人 是死于心血管疾病 尤其是纳盐摄取过多 蔬菜水果摄取过少 也就是说每10个美国人 里面有一个是属于 这种心血管疾病 纳盐摄取过多的 还有里面有提到一个反式脂肪 这大家比较陌生 一般我们的脂肪类 这种属于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一般在天然的是属于顺势 那这个假如说是因为 我们制造业者 他为了要降低成本 为了让这个口感 还要稳定度比较好 会把它变成氢化反应 会变成反式脂肪 所以从2006年 这个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就是FDA 它有规定 就是说我们的一些食品营养 后面的营养标示 它标示你反式脂肪的含量 因为有研究 每增加5%的反式脂肪 会让心血管疾病 尤其是我们心脏病的发生率 增加25% 所以我们很要注意 除了说我们食品标示 要注意一下后面的 这些脂肪量 钠岩的量 还有这个反式脂肪 特别要注意 尤其像我们人造奶油 这个酥油 特别要注意这些东西 那如果说我们吃的太咸的话 我们多喝一些水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排出来 是不是就OK了 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说 我们一天的 我们国建局的 它的建议量 就是我们的盐分 一天不要超过6克 然后这个钠岩的部分 钠的部分 不要超过2400毫克 所以跟喝水 只是觉得口干舌燥 是可能比较少 可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盐分 这个只是要帮助代谢而已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 就是它的这个盐 跟这个里面的这个钠的话 它还是会伤我们身体就对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多喝水 它就排出去 对 尤其对我们的心血管 对我们的肾脏 就是一个负担 是是是 好 那达人怎么看 像很多人会吃这个 三层吧 卤肉啊 这个最下饭啊 因为我们中午便当 现在大家都怕 都敢吃油炸 知道油炸比较不好 但很多人就敢吃 焗肉饭 但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 因为焗肉饭 其实酱油 然后这些调味的 这些都很重 然后味道又重 加上油脂很高 因为它是三层肉 所以并 香芹之下 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健康 我会建议大家 可以改用像 蒜泥白肉这些来代替 比较清蒸的 就用蒸的 对 其实会是 比较健康的选择 所以大家可以改变一下 这个主食的方式了 好 那再来看到 这个代谢症候群 就我们刚刚看到的第二个 含糖饮料 很多人拼命的喝 那有时候 在这个下午的时候 大家没事干 然后上班族就说 大家来揪一下 来订一下饮料 结果呢 这个含糖饮料 其实它代替水分的话 会导致代谢异常 而且造成肥胖 对不对 罗医师 对 这个含糖饮料 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奶茶 一般奶茶一杯 大概就是100cc当中 就已经含有这个300大卡了 然后再加上里面的珍珠 就400大卡 就是700大卡 那一天下就是2100大卡 就是我们一天的热量了 那这个代谢症候群 就是有西医来说 它就看三个数字 就是一粗 二膏 三就是血脂异常 粗就是腰围粗 女孩子就是 假如说超过80 男生超过90 就是你的腰围过粗了 那第二膏 就是你的高血压 超过1385 然后高血糖 就是你的空腹血糖超过100 还有你的血脂异常 就是属于坏的胆固醇 还有好的胆固醇过低 然后坏的管固醇过高 还有你胆固醇 那个血中的胆固醇 跟三串甘油脂过高 这些都跟代谢症候群有关 特别要注意了 好那说到肥胖的话 江博士很多人就想说 那我不要吃淀粉 好像瘦得比较快 不行 不行 那个人类新生态 这些糖类是主要的主角 要它启动 然后其他蛋白质才是配角 可是很多明星都说 他们不吃淀粉 吃很多肉的话 吃很多肉会同中毒 里面的蛋白质胺基酸 没有糖类帮忙把它燃 因为蛋白质 蛋白质胺基酸之类要燃烧 需要有糖类来点火 这样才比较清楚 你没有的话 产生很多疾病都会 所以还是得吃就对了 一定要 可以吃多吃少就对 可以吃少一点 基本上 简而不是这样的 简而要从运动 饮食的控制 还有很多种方式 来合并巧藏钱 不能够太偏激说 不吃淀粉啦 不吃淀粉就是简而不对 好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 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外食太多的话呢 它也有可能会怎么样 就是呢 造成我们的肝肾的负担 对不对 好那这个肝肾的负担 可能是餐具 它不干净啦 或是金属的残留等等 都有相关 像我们刚刚讲到说 小朋友的便当 它就有这个过量的猛嘛 对 对就是不要以为 不要以为怕竖话去买不锈钢就好 不锈钢买错的话 有猛的话 中金属耶 所以要怎么样来挑 如果说不锈钢的话 它应该有分很多种型号吧 很多种型号 但是现在标准不一啦 你要去看它有检验标准的 有检验标准的里面讲猛的量多少 因为多多少都会有猛 因为你要让它不锈的话 里面有肉也要有猛啊 比例的问题 你要看它比例 制造的比例有问题 而且用久了以后 不锈钢会生锈的 我家的不锈钢 不锈钢 所以日本人不锈钢不是讲Stan 讲Stan L-E-S-S没有 因为它还会生锈 这是很有趣 因为它高声也会生锈啊 像现在很多人都说 环保啊 在外面吃东西用免洗餐具 但免洗餐具回家的话 用那个拼命的高温来这边洗的话 是OK的吗 是OK的 我也是带免洗餐具 回来我都有在用热水在烫过 但温度如果太高的话 一些什么毒物会不会融出去 基本上会 你就是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消毒 简单的消毒就好 也不用在那边弄很热